急诊护理师减伤忙进忙出 疫情下工作量已经很大 没想到还传出台中中港澄清医院 急诊医护27人当中有15人确诊 导致大夜班只剩两名 护理师在称 民众听了都很不舍 更让人揪心的是 有值班医护还因为太疲累 互相打点滴补充营养 边吊点滴边照顾病人 原本大夜急诊应该要有五名护理师 一人减伤一人观察病患 两人在留官室协助领药出院 还要有一名组长是情况支援 现在因为多位医护确诊 导致五人的工作两人分担 值班护理师快被压垮 就礼拜一个大夜 有两三位护理师 因为他有出现这个症状 确诊的惊喜 马上做一个轻销 还有调动我们的护理人力 中港澄清医院表示 第一时间已经紧急 从其他部门调护理师来支援 台中的疫情在高峰期 急诊室盲翻更报护理群聚 让人力嘎不过来 医护身心俱疲 令人看了心酸 记者陈广日王世涵台中报道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第酸水与病毒细菌 作用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平凡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